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大家 于是接下来要讲到如何去认识出来你已经具有的这种喜乐 对于这一点呢 我们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身体的部分 一个是心 所谓的身体 是我们需要把身体放松 如果你坐在椅子上的话呢 你就可以稍微往前坐 然后把双脚呢 是平放着 踏在地上 就是这样子 平放着坐着 你可以把手放在这里 放在膝盖上 或者是放在两腿中间 也是把两手重叠 放在地上 放松 放松 不需要太紧绷 放松 只是这么放松的摆着 只是这么放松的摆着 要坦开你的肩膀跟手臂 就是整个肩膀是不要紧绷起来的 就是整个肩膀是不要紧绷起来的 只是放松 然后保持你的肌嘴正直 但也不要太过 然后你的脖子呢 是稍微往下收的 是稍微往下 是稍微往下 就像你脖子 在脖子里 好像就是你头部的重量呢 就这么摆在你的颈部上面 但却不要那么紧绷 但也不要往上左向右弯 很多人禅修就变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那也許我想我要透過三種不同的文化 來介紹三種禪修的錯誤姿勢 那一種是亞洲的一個文化 一個是西方的文化習慣 那還有一個呢 特別是屬於西藏藏族的一個習慣 哪一個要先講呢 是先講西方還是先講亞洲 西方人這樣 他們的胸部稍微往前縮 然後還帶著微笑 也許手還是這樣子擺著 他們想要寧靜 然後他們覺得要開放寬廣 要保持清明 因為很多西方人認為 所謂禪修就是要讓你的心 變得很寧靜很平靜很放鬆 然後什麼都不想 其實禪修的意義並不是說什麼都不想 那至於亞洲的一些文化呢 好 好 好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很多亚洲的人认为禅修就是要专注 不可以有念头 要把心往内收舍 要很专注 还有西藏的文化习惯是 也不知道该怎么样 也许是这样吧 也许是那样吧 所以头就往左右弯 其实脖子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稍微的往下收 于是你的后颈部这边就会变直 然后你的嘴也是保持自然的平时状态 对于初学者 如果你刚开始禅修 也许你可以闭上眼睛 你就好像要去睡觉一样的那样闭上眼睛 但是你不需要很紧紧地闭着眼睛 有些人闭着眼睛会这样闸来闸去 可能远处的观众看不到我的眼睛 可能不需要不就是 只是你他们不会需要紧紧地闭上眼睛 不要紧紧地闭着眼睛 只是好像你要去睡觉的时候闭上眼睛那样子地闭着 正常的呼吸,放鬆你全身臉部的肌肉, 身體的肌肉,只是放鬆。 我們現在不是在做禪修, 我們只是放鬆我們的身體, 只是試著放鬆身體, 很自然地放鬆, 心也放鬆, 不需要去做禪修, 只是去感受你的身體, 然後放鬆, 任何身體有什麼感受都可以。 也許是很喜樂的,或者是有一些疼痛的, 或等等不同的感受。 你覺得如何呢? 你們覺得你的身體是否有些放鬆了呢? 或者是覺得有點想睡覺。 你覺得身體是否有些放鬆的,請舉手。 好, 好。 接下來呢, 就是如何放鬆我們的心。 那這都不是什麼禪修。 所以不要去試著做禪修。 即便你知道如何禪修, 但現在這裡也不要去修。 先放下你所有禪修的那些技巧。 我們在這裡呢, 只是去放鬆你的心。 那怎麼樣去放鬆心呢? 就像各位是否有做運動。 比如說跑步啊,走路等等。 你們有多少人有這種運動的經驗的? 請舉手。 好像也不是很多。 那或者是做飯。 做過飯的請舉手。 本來一生中只有一次也可以。 啊,好。 好。 當你在做飯時, 很多的工作對不對? 你先要洗菜。 還要把所有的鍋碗全部都集合起來。 然後去切菜。 然後把它混在一起。 然後放一些, 放一些,就很多東西。 然後等待說, 不, 不,不,不,不。 然後等待說, 是不是煮熟了呢? 還是火候夠了?等等。 會不會好吃呢? 我煮熟了, 我煮熟了, 但我朋友不喜歡, 或可能他們喜歡, 但他們都會說, 誰知道,誰知道。 我都煮了, 如果不知道我朋友會不會喜歡, 不知道他們覺得這個味道怎麼樣。 你會想, 我希望他們能夠高興, 就是因為我的這一頓飯而高興。 然後於是呢, 你就做完了所有的飯。 然後你還得把它擺在桌上。 還要擺很多晚餐啊, 很多工作。 然後總之你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都來了。 然後你還有點擔心害怕。 你一直問他們就怎麼樣。 然後每個人都說, 好吃啊。 然後於是, 每個人都說好吃。 非常好吃。 然後你很開心。 你聽到這裡就很高興。 但他們說, 可以啊。 那如果他們只是說可以的話。 不錯啊。 然後你就覺得, 有點不太開心。 然後你就覺得有點不太開心。 所以在吃過之後, 你肚子裡都是飯了。 那你還得要把所有的碗筷都洗好。 你如果有洗碗機, 就要放在洗碗機裡。 沒有的話, 就得要自己把它都洗好, 再放回原處。 那於是, 當你做完所有這些工作之後。 那你肚子也是吃得很飽的, 吃了一餐好的。 你現在其實蠻累的了。 對不對? 然後你會坐在一張舒適的椅子上。 你是這樣去休息的。 對不對? 因為現在我們也要這樣去休息。 只是這樣子的去放鬆。 放鬆你的身體。 放鬆你的心。 但不要去做禪修。 由於你並沒有在做禪修。 所以在這裡念頭是無所謂的。 念頭可以來。 他們也可以走。 來來去去。 歡迎你們來。 歡迎你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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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你仍然有著很大的一個休息。 你的心和心都很放鬆。 你的心都很放鬆。 你的心都很放鬆。 我們心的那種放鬆和休息, 就好像是虛空。 念頭就好像是天空的雲。 那些雲呢, 它來自於天空。 但它也消融到天空中。 所以你的心只是放鬆的在那兒。 一點點放鬆。 不太放鬆。 只是放鬆。 那只是一點點放鬆。 不要過度的放鬆。 就只是放鬆著。 就在這樣子的一種放鬆中。 可能念頭來了,念頭又去了。 可以嗎? 那你們也可以大喘一口氣也行。 你可以呼吸一口。 然後就呼出去。 然後放鬆。 現在吸。 現在吸。 呼出去。 然後就只是這麼放鬆著。 然後就只是這麼放鬆著。 閉上眼睛。 然後正常地呼吸。 但是你沒有辦法休息太久。 這也沒有關係。 也即便只是讓你的心休息放鬆幾秒鐘,那也行。 如果你忘記了去放鬆。 那你就可以再回來繼續地放鬆。 不需要去禪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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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覺得如何呢? 你們覺得有些放鬆的休息嗎? 有些人嗎? 覺得有休息放鬆的請舉手。 好。 很多人。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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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位你喜歡? 我們只是放鬆著身體, 放鬆著心。 有兩種放鬆的休息。 對嗎? 你是喜歡放鬆身體的那個練習呢? 還是放鬆心的這個練習? 是你比較喜歡放鬆的。 你喜歡放鬆身體,多於放鬆心的。 請舉手。 你喜歡放鬆心,多於放鬆心的? 請舉手。 你喜歡放鬆心,多於放鬆身體的。 請舉手。 好,那兩個,對不起,是我要教兩個,怎麼把這兩個都合在一起? 所以對於這一點,我們要感受到身體的一種放鬆歇息。 所以如果說你的身體現在有些什麼疼痛啊,不舒服的話,於是你就可以靠著這個背,或者是用一個墊子墊著你的腰部。 現在就可以靠著一背,所以你們現在也可以去靠著一背。 如果你不想也可以,然後放鬆你的腿,腳,還有你的手。 然後只是吸氣,然後呼出去,喘一口氣呼出去。 你有感覺到一些身體上的一種歇息跟放鬆嗎? 是只是身體的部分。 各位知道太極? 有學過太極的行舉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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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極,當太極在動作的時候, 當他們舉起手時, 讓你這樣能夠感受到他手的放鬆。 所以我們也可以這樣做。 例如說慢慢地把手舉起來。 非常放鬆。 非常放鬆的舉起。 非常放鬆的舉起。 你感覺到什麼? 不是像這樣對不對? 整個手背也是放鬆的。 整個手背好像有一種鬆鬆的感覺在那裡。 所以事實上這個練習呢, 是身心都是同時一起去放鬆的。 這好像就是把你的心呢, 拉回到身體上。 就是只是知道說我有這樣一個身體。 去感受身體。 然後去放鬆身體。 去感受身體和身體都合一。 這是很重要的。 平時我們的心呢, 就好像在不知道在哪個地方。 所以我們所有的氣能量都往上。 於是我們的風和之心就變得更瘋狂了。 就是想來想去巴拉巴拉的想。 Monte Ngocic, 我们现在把心带回到身体上 于是我们的气也会向下沉 首先我们是身心一同的去放松休息 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只是心放松跟休息着 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 是身心一起的 请举手 只有心的放松的请举手 在这里 我有一个秘密 我已经告诉各位说我会要告诉各位一个秘密 所以我现在就要去重复一下我的这个秘密 就是说 于是这个秘密就是 我想你们很多人在中很多人已经知道我的秘密了 知道我的秘密的人 是请举手 不是很多 现在我也不太确定是不是要告诉各位这个秘密了 也许应该把秘密就真的把它留作就是一个秘密吧 我该说这个秘密还是不该说呢 我该说这个秘密还是不该说呢 这是一个基确的秘密 这是一个基础的秘密 这是一个基础的秘密 第一个秘密是放松你的身体 这是一个秘密的秘密 第二个秘密的秘密 第二个秘密的秘密 第二个秘密是我们只放松我们的心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在做完饭之后的 对不对 那就是一个没有对境的禅修 无所缘的禅修 那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对境 那就是除了放松之外没有另外一个对境 你只是在放松休息着 你的心在这里 只是放松着 这是非常好的禅修 那我告诉各位说不要去做禅修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最好的禅修是你要从没有禅修 无修开始学起 其实无修或者说不禅修才是最好的禅修 所以我们在开始学习最好的禅修 这就是不去禅修 没有禅修 如果从一开始我就跟各位说 现在我们要开始做禅修 于是你的心就会变得紧绷了 于是你就无法去禅修了 这就是禅修 你想这是禅修 是很特别的 这个很特别 我现在禅修 你会想什么是禅修 你会想什么是禅修啊 什么是禅修啊 我多痛啊 所以你可能会变得更困惑 因此在这个禅修是你不需要去禅修 一切呢 一切都好像是很平常的 很自然的 那就是有机的禅修 有机的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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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也在学中文就是了 所以现在也是我的这个中文课 有机的禅修 可以吗 可以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像这个吗 没有 就是这个 当你留下你的心 好的 这三个步骤 第一和第二是很不同 但是第一和第三是很相似的 所以刚刚我们做的三种练习呢 第一种和第二种呢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第一种跟第三种呢 是很类似的 所谓第一种跟第二种不一样的是 因为在第一种的练习时 我们是要感受到我们的身体 而第三个练习 而第三个练习也是我们要去觉知到我们的身体 于是说是一样的 第二种是你不需要特别去放松或觉知到你的身体 你只是去放松你的心而已 我们称这叫做无所缘的禅修 于是当你这么样子的放松 修行你的心时 你可以听到声音 你还是可以看到 但是你的心呢 却没有什么执着 你的心不会紧绷 你的心是开放的 只是一种很快乐的 很放松的 很开放的 还有更多的空间 就是有一些空间 有一点放松 但当然不是那种很过度的那种 喜乐呀 或者是一种宽广 其实就好像是很平常很平凡的那种 平常的那种状态 而在那里就有着快乐 那里有着喜乐 因此这种喜乐呢 你不需要向外去寻找 而是已经与你同在的 因此我说这样 这个就是一种孩童的心 大概就是那种三四岁年龄的小孩 你可以把它带到 比如说博物馆里头去 那三四岁的小孩 他可以看到里面所展览的 就是所有的东西 他都能看到 对不对 但小孩不会想说 这个多少钱 他是台湾制造的吗 或者是中国制造的 或美国制造的 他不会想太多 对不对 但你能够看到 可以听到 心是宽广开放的 就像这样 我们也有这个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的心 一个基本的基础的心 我有这个心 你们也有 人人都有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如何保持在那样子的一个状态 我们只是跟随着追随着念头 还有情绪 我们是追随着那个蜂猴的心 但是蜂猴的心 但是蜂猴的心 并不是你真正的 你的心的本质 蜂猴的心 它只是在一个很表面的层次 而在这个蜂猴的心的内在 它里面 却有的 是有的宁静的心的 那是永远在那里的 它是宁静的 但是是非常地觉醒的 也就是它沉静 宁静 但是觉醒 那如何能保持在那样的状态呢 就是不要禅修 只是保持平常 就这样 没有办法去翻译 就只是这样放松 你可以看到 可以听到 但没有太多的概念 就好像那个孩童的心 但对于初学者来说 这样的状态非常短暂 可能是只有几秒 就没有了 就想到了刷刷锅 都学乎 现在差不多了吧 还没关系 放松 下大雨了 我在想我怎么要去吃到刷刷锅呢 因为现在又在下雨 然后再带回来放松 于是慢慢的你就建立起了习惯 于是你就可以更好地去放松到那个状态 于是你就能够开发增长智慧 慈悲 你的心变得更清晰了 因为平时我们的心里有很多垃圾 就好像你的电脑硬碟里面 已经充满了垃圾的这些资料 所以已经没有更多的空间来容纳心的东西 甚至可能里面还有病毒 如果你的心能够变得宁静跟平静 那么自然呢你就能够移除掉那些垃圾 所以可以说呢就是对于那些病毒呢 产生一种它自己本身的一种对质 自对质 当如果你把一杯水里面放很多沙土进去的时候 你再去搅和它 于是呢那个水跟沙土呢就全部变得很浑浊 都混在一起了 那如果你把那杯水呢就放在那边 不要去动它的话 于是自然而然的那个水呢 跟沙土那就自然会分开了 沙土就会沉淀了 而水呢就自然变得很洁净跟纯净了 就好像水晶一样 有些教的练习 是人人都可以做的 即便你是佛教徒或你不是佛教徒都无所谓 或甚至你是其他有其他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关系 即便你没有任何的信仰那也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这两天的课程呢是针对就是所有的人 也就是即便不是佛教徒 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练习跟学习的 即便你是有其他的宗教信仰 但如果你能够透过这个练习 让心更宁静跟平静的时候 而自然在你做你的修行的功课时 你去做你的祈祷或祈祈时 就会更有这种力量 更有这种前进心更能升起 这是一个基础的一个禅修的一个方法 那么至于呢 之后我们还会再讲到是 如何在各种面对各种情况的时候 或者是如何转化各种的困难跟问题 都成为这些禅修的方法 那是我之后会再教导听到的 谢谢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至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 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至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化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天主是爱 因着爱创造了我们 但是我们人生的利益就是爱 这边没有敬礼 这边不会对你 这边是有很多的 优酷 这边是越少 gladly 接背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要像天父一样的慈悲 所以慈悲两个字对我们天主教、佛教有特别的意义 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可以问 到底我们的慈悲有什么功效 我们要成圣 成圣是我们天主教信仰的高峰 就是度一个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生活 而叫佛教当中他们要成佛 所以成佛跟成圣都是彼此信仰的高峰 是需要努力的 慈悲在成佛、成圣当中 占有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的信仰除了有个人的生活范围以外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要发现我们的信仰 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我们的责任 真的的慈悲是帮助世人摆脱他们的痛苦 比如说像佛教的朋友们 能够助人脱离苦海 这苦海现在就是我们这个疫情 所以我在此鼓励我们的佛教朋友们 还有我们的天主教的弟兄姐妹们 因为疫情逼迫我们在家里面不能够外出 特别是年轻人 很多地方你们不能够去 很多聚会你们不能够参加 你们付出你们这个青春时代一个很大的代价 可是借此机会 反省一下你们人生可以有什么更加崇高的理想 当我们能够用自己的天分 我们的知识 而且透过某些社会的责任或者是角度 能够服务大众成佛成圣 用我们的慈悲服务大众社会 我想做一个简单的祈祷 替所有年轻人不管你什么信仰 有没有信仰也好做一个祈祷 希望这个疫情对你们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奥天父 求你捶点你的孩子们 特别是年轻人 求你把这些人灵置放在你的护益之下 求你把他们从邪恶中那里救拔出来 求你把他们从那包围着他们的怠惰的精神中救赎出来 求你用你真理之神去充满他们 并把他们带回你的光明中 从现在直到永远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将福你们 彌撒礼城 你们出去传播福音吧 呼参找导 各位宗教界的领袖 以及所有的信众好友 大家 福弥伯伯 我们共同响应 宗教界 一起来为 全球新冠肺炎的疫情 来做一个祈祷 我们 从 民国110年 5月21日开始 每天 在下午 这个时间 全程发度达身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共襄圣祭 祈愿疫情早智消除 常行六度 全球一心 同导无敌 居家的敬修 全程发阿 奉导 一息 补及虐盗 奋斗降上 阿 我们一起全程来 阿 阿三声 第一声阿 祈祷各国 佛太平安 风小雨顺 风小雨顺 天地祥和 众圣 众圣 和乐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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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声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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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大家一起来网易,一起来声念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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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愿天下新冠肺炎疫情早日消除 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恢复正常 也祝福大家身心自在,家庭和乐,事业顺遂,诸事吉祥 向上,向诸佛福菩萨,请三问信已 一问信 再问信 三问信 面对面互相问信助武 欧命佛佛 万事因福萨 谢谢大家 欧命佛佛 万事因福萨 活出爱 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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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出健康新生活 同岛的命 联合抗疫 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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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犹太人的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时候 有一群心理学家到维也纳去采访 一位心理学家叫做Franco Victor Franco 他自己被关在集中营国 全家人都在里面死掉了 那么他跟这群心理学家讲 他说他发现那些能够活得出来的 集中营里面的犹太人 常常不是那些胜强力壮 高头大马的人 而是常常那些对未来抱着希望 期盼自己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完的那些人 活得出来的 当困难挫折低潮来的时候 我们反而找到了机会 找到了成功 找到了幸福 这不是高调 可是很不幸的也有些人 明明是机会来的时候 他还去找借口 找困难 说我做不到 我不要做 我们就希望 我想我们大部分都应该属于第一类的人 就是当挫折 困难 打击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机会 希望我们都能这样 大家好 我是黄子娇 不好意思 在疫情期间比较邋遢一点 那在这段时间呢 首先当然是祝福大家都平安健康 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身边的人 行有余力的话呢 还可以把一些爱传送到前线 这些防疫的 医护的 甚至一家你喜欢的餐厅 给予他们一些些机会为你再次服务 这一两年的COVID-19 我觉得是考验人类的时刻 大家如何能够稳健的向前走 做正确的判断 然后面对谣言啊 或是面对各种疫情的问题 都能够安全 但是又非常非常客观的去往前走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 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一些领悟跟启发 当然还有就是我们会发现 许多不可控制的因素 会改变你的生活 那如何去调整它 不管你是居家的环境 或者说你自己的日常的节奏 都是一个timing去调整的时刻 总而言之 面对这种未知的疫情 或是将来也许还有别的疫情 不好说 我们能做的就是控制好自己 控制好自己的身心状态 健康 还有你的思路 这是很重要 总而言之 祝福大家 期待再相会 全民安逸 台湾加油 信仰如一盏灵灯 随意我们处遍不禁 走向光明 自由台湾 国主爱永明真好 台湾加油 疫情期间 我们真心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台湾加油 文字幕志愿者 立刻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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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